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参议员胡子修Senator Wu 我谨代表加拿大联邦参议院 向礼居加拿大的华人华侨 致以诚挚的温厚 春节是华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意味着春天即将来临 万象复苏,草木更新 春节也是欢乐祥和的节日 亲人团聚,一同守岁,迎接新年 即将国庆的鼠年,世纪不平凡的一年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细减传球 使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 疫情蔓延,经济衰退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共同难题 我在此衷心感谢华人 华侨朋友们在加拿大 遭受疫情冲击的时候 我们华人社区 团协辅助 同州共济 慷慨减安 回馈社会 为医院、复理院等机构提供了大量的援助 为加拿大抗击疫情起到重要的作用 当前,加拿大的疫情依旧十分远近 希望大家欢度新春佳节 和家团聚之时 遵守规定 勿望安全 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春节 叮数持就岁 丑牛转乾坤 至此持就隐心之际 我衷心的祝福 所有华人、华侨朋友们 大家牛年新春快乐 健康平安 财源广进 幸福吉祥